印度使怀者 贾内许 维萨拜 巴莱雅 乐当世界最矮医师 立志医治最穷病人 过去许多人总是拿我开玩笑 我一直是他们的笑柄 我从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 对我来说这些都无关重要 我自己的人生规划 就是立志医治最穷的病人 并下定决心实现 身高只有94公分的 印度生命斗士贾内许 维萨拜 巴莱雅 从小立志效法到非洲行医的使怀者 以永不放弃的精神全力以赴 无惧其事 不怕嘲笑 克服了偏见 拒绝了马戏团 坚持法律正义 赢得了学医的权利 乐当世界最矮医师 立志医治最穷病人 这是2018年轰动全球最励志的新闻 惊动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印度最高法院判决贾内许 维萨拜 巴莱雅 就读印度公立医学院合法合线 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成为医学院学生 即成为医师的权利 2018年17岁的贾内许维萨拜 巴莱雅 虽然罹患了世界罕见的诸如症 身高只有94公分 但他比任何人都努力 每天凌晨40起床读书 早上60独立上学 总是第一位到校 最后一位放学回家 在学各项功课都名列前茅 2018年5月 贾内许维萨拜 巴莱雅 以233分 通过分为86分的优异成绩 考向印度公立医学院 但由于身高问题 他被医学院拒之门外 贾内许维萨拜 巴莱雅的高中母校创办人 达尔帕特 卡塔利亚博士 挺身而出 及时帮助贾内许维萨拜 巴莱雅 为他聘请人权律师 并负担所有诉讼费及学费 他历经印度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判决败诉 但立志医治最穷病人的医师 坚如磐石 永续奋战到底 丧诉至印度最高法院 上天不负努力的人 2018年10月 印度最高法院法官判决贾内许维萨拜 巴莱雅 胜诉确定 为他乐当世界最矮医师 立志医治最穷病人 铺平了道路 由是 贾内许维萨拜 巴莱雅 以永不放弃 越挫越勇 百折不回精神 永续静静夜夜 全力以赴 冲破歧视 嘲笑 偏见 并坚持法律正义 赢得学医的权力 乐当世界最矮医师 立志医治最穷病人 见证天生我才必有用 不愧为印度使怀者